下午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8日 两个八 日子还可以 但是盘面不给力 整体上来说的话 今天医药股就反弹 相对明显一些 然后化工概念有个别股也还行 整体金融板块今天确实还是有些表现的 只是合理不强 然后分化还比较严重的 地产 汽车这些的话就表现一般 跌幅还比较多 我们从盘面来看一下 当前盘面的情况 郑总声明 市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在视频中所设计的案例仅作为量学技术研究分析 不作为任何推荐 禁止试盘 如果提到的案例与大家所关注的案例有重合 那么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 按照量学标准进出 做好风险控制 我们先切到东大县来看一下当前市场的情况 那么对于盘盘来说 目前的整个走势仍然在结构内 我们说的结构内的话 就是仍然有逻辑性的 那么目前的话 最低点 今天还是有一些 看一下 今天最低点的话 应该在前低附近 基本上 差一点点 最低 这里的话是3247.27 这里最低的话是326 没差一个点 今天收盘价看下多少 收盘收在3250点 也还行 因为0到100 21位的话就是50 所以的话今天也算是收在一个关键点之上 还好 大问题没有 从洗盘调整来说 这个位置 由于第一天的量能相对大一些 所以的话呢 昨天跳空音比较深 那么今天的话呢 再跳空 换句话说 连续三天以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跳空啊 昨天的跳空 啊 这里我没有这个数值 看一下开板啊 我这里没有测跳空的数值 那这样我们从目测一下 目测一下 再放大一点 这是昨天的跳空 这个高度啊 这是今天的跳空 啊 昨天大一些 对吧 说明说明今天跳空下跌的力度在减少 并且的话呢 昨天跳跳空下跌的话呢 是一个高开低走收音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 而不低开低走收音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低开低走 但是的话呢 收了一个平盘 那这样看的话呢 今天的市场情绪相对昨天来说 也好一点了 那么期数形态仍然我们按照 回马枪W 小 W2的建构去做观察 啊 明天啊 我们其他市场有一个很好的反转 当然这里个反转的话呢 个人观点啊 近期政策集中在先是地产 证券 除了这两块以外的话呢 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 所以呢 接下来如果还要有政策出来 我个人观点的话呢 还是在券三 证券这个领域里面 金融落地 啊 不管是所说到的 什么T加零啊 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措施啊 啊 那么相信一定会出来一点 一定会出来一些 所以的话呢 那我们接下来弄了密切关注啊 关注市场的这种权重板块的走势 整个走势 从旁边来看正常走势 没问题 今天收盘的话呢 呃 看一下啊 找盘很明显 抛压比较重 但是 你会发现抛压虽然很重 但是的话呢 后面的还是啊 维系了一个横盘 并且的话呢 有向上拉伸的过程 尾盘 向下砸过一次 但是能明没有砸穿前低点 啊 纹 慢慢的吧 还是慢慢的向上的走势 整体来看的话呢 大问题没有啊 大问题没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399006创业版 创业版今天延续了一个小幅下跌 和主板一致的啊 那么这里呢 也没什么说的 仍然属于回马墙洗盘调整的结构 啊 等 即因吃羊即可 银行呢 今天呢 哎呀 这些群众板块 都走的一个样子啊 你看大庞这样走的 银行也这样走 创业版也这样走 那这样看的话呢 有点意思啊 如果 这些群众板块一个合力的话 很容易又把大庞给拉起来 来看一下券3 券3呢 这几天的分化确实比较严重一点啊 首先我们讲过 这个量呢 是历史天量 但是这个位置结合当前政策来说 不可能说短期间点就崩掉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量呢 我个人观点来说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只有把足够多的获利盘和足够多的套牢盘 在这里清洗干净以后 那么未来才可以走的更远更久 但反过来一点 你说一天洗盘就洗完了吗 也说不过去 比方说下面买的获利盘 拿着拿着 虽然 没有涨 但是也没低啊缺口还在呢 对不对 所以呢一天呢也洗不干净的 那么昨天的一个大跳空低开 向下一砸收回来了 昨天还是吓了一跳的 你看啊 昨天找盘低开 向下一砸 然后呢冲高之后继续往下砸 震荡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昨天 前天 昨天昨天 然后看今天啊 今天更恐怖 今天比昨天还恐怖 今天是开盘大概在一个点不到 直接一口气板块砸了三个多点 但是你会发现砸完以后 哎 他不下去了啊 慢慢的慢慢的又上去了啊 所以券商呢 我个人观点最近的走势呢 就是洗盘 那么再回到我们逻辑上来说 券商位置不高 相对来说 确定性压力位 确定性的分歧 逢低做多策略 愿然不变啊 只是不要去追涨高位的就可以了 保险看一下 保险差不多啊 保险今天的量输得还可以了 今天是相对来说输来比较好的一天 那么也是一样的等阳 宁德时代看一下 宁德时代今天还不错啊 低开高走 并且没有量啊 你看 是不是终于摸上来了 那么回过头 我们看当时的时候 当时说凹的间隔 慢慢的肯定会摸上去的啊 那么也到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应该要调一下了 对于宁德时代来说 虽然说没有量 但是呢 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啊 这个呢 在观察 宁德时代 然后呢 再看一下贵州茅台 嗯 茅台的位置也还好 我们前两天有说到 他有一点 那个类似于什么 兵临城下 啊 稍等一下 好 来了啊 来了 嗯 啊 都在都在叙事啊 有合力的可能 啊 当然 风控线还是要有啊 假设这是一只个股的话 那么我们的风控线 首先 基柱二分之一位 是一个关键 关键点啊 以基柱的观察的话 那么今天的话呢 最低点踩了基柱 而且呢是一个什么 缩量阳盖阴 昨天应该是和假阳线 啊 所以呢 从茅台来看整个走势还可以 按B0城下来说 下面只有一个小阴啊 其他的都是阳 确实还可以 啊 这是技术上的啊 那么真正市场能怎么走啊 那么我们看未来市场的走势就OK了 好 板块指数来看一下 啊 今天传媒的话呢 是 三个板 涨幅排第一 医药排第二 但是呢医药呢有八个板 因为医药呢 大家应该很清楚啊 由于近期查腐败的原因 所以的话呢 很多医药股短线 由这个消息受到影响 出现一个回落 啊 但是今天的话呢 是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啊 我们来看一下医药板块的指数 医药板块指数 你说这个位置 你说他只跌了吗 不敢说 真不敢说 技术上不还不太好看 啊如果有抄底的 那就拿着吧 如果没有抄底的 我觉得再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 我们一会来看个股啊 呃 石油的话呢今天 涨了一点啊 然后煤炭化工有色 跌幅板的话呢 第一个呢 是传播通讯设备 啊因为通讯设备 昨天那个中心通讯啊 是跌停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呃小高开 但从信息面来看的话呢 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一些利空 所以这里呢 最多的一点是属于 获利盘的一种出逃行为 啊你说这里建仓也输不过去 不管怎么样 它的位置还是偏高一点的 其他方面好像没啥 地产的话呢 是有一个分歧了啊 地产分歧了啊 所以这里啊 真的还不能看太高 左边这个平台 确实还没那么好过的啊 大概就这个位置 再往上走呢 这也有压力 那么技术上的话呢 那肯定是一种类似于回马墙行为了 那么这里接下来的政策呢 肯定会弱化一些啊 肯定还会有这种出来 陆陆续续的推进 但是肯定会弱化很多了 那么这一步的上涨 地产板块的话呢 啊已经有很多 获利盘比较大 短期估计机会不大 展续码数第一个呢 就是医药 然后呢是建筑工业机械 传媒娱乐化工 今天呢没有特别大的亮点啊 你要说医药是亮点的话呢 那么只能算是 超级反弹啊 概念板块今天涨幅第一的 一个是化工的浮概念 然后呢这些的话呢就是啊 医药的 居多一些啊 医药的居多一些 这些都是医药啊 啊大多数都是一样 来看一下今天60排序的情况 展厅板数跟昨天差不多啊 大概一屏啊 我们就自己来看了 智星股不看 海泰 海泰科 小票 老智星 工业机械性能源车 看一下 这种不太喜欢 他这个走势有点急 盘子小 他每一次急拿都是30个点啊 差不多30个点 拿的特别快 老师老师不是上这里建餐吗 嗯 这个位置不太好理解建餐 因为他在下面已经很长时间了 你说这里再建餐的话也说不过去 这里有过一两次可以 但是 总觉得不太对 啊 这辆九种月一定不太对 今天的版的量 你看有点偏大的 那分试看一下 今天版封版倒是还可以哦 但版后还是有抛压的 看一下 一个一个多亿 明天冲高 就一小波就43 30多个点 不太好弄 啊 这个把握性不大啊 不太喜欢 只有说逢低做多才可以看一下 高开高走不能碰 啊 吃心股过了 啊 这是制药的啊 客源制药也吃心股 这种过了啊 走 自远新能 嗯 他不是吃心股 但整体走的到正常 也是小票啊 也是小票 天然气 但今天的量也是偏大的一点 你看今天是几倍 六倍差不多 啊 尾盘拉的版 这种高开冲高 短线上没有什么大的机会 连串做那个PVD模的 化工 看一下啊 曾经的大牛 厉害吧 那我们之前是选过的啊 在这里 在这里是选过一次的 这里有箭头 还有的 这里选过一次的 又回到原点了 哎 这样看的话 确实还有点机会 当然机会也不会太大 那最近压力位 应该就在这里了 来画条线 参考一下 然后呢 谷底线呢 又在这个附近 也是还比较精准的 那么明天上来 啊 大概率 等调整 啊 今天算是个市盘 成绩可以 等一个回马项调整 就可以了 或者说这里调整也可以 啊 上来调整也可以 风低做多 啊 这个呢 可以看一下 啊 可以看一下 脸创股份啊 呃 幸福南海 传媒娱乐的 这种没有好的买点 过了 嗯 稍等一下啊 嗯 嗯 呃 荣幸文化 位置 吃心股 也一般 嗯 对新同学来说 这种呢 稍微注意啊 就说这种买点有没有呢 有 今天是不是买点啊 今天啊不对 重新看一下 今天的买点 欠加 今天只能算是什么 有底仓的加仓点 啊 我们按正常来说 基因吃羊 这一天 和昨天 都可以参与买点 啊 那么到今天的话呢 是可以去加仓的 那么冲高过不去的话呢 可以把你的底仓丢掉 但是这里开新仓的话呢 就不能中仓了 如果说把你的仓位分开来说 一份啊 然后呢 再加一份的话 那么今天冲高以后 你可以减 或者说持股 但是你今天一口气要加两份仓位的话呢 就不是很合适啊 这种呢 就是短线反弹 类似于啊 吃心股嘛 都是这样子的 走 北路药业 药的反弹 要短期没有大的政策支持的话呢 呃 没有大的机会 啊 这个过了 走 微奥 运输设备 新材料 铁路基建 盘子也是小的 二十几个亿的盘子 嗯 这种最大的问题呢 一般我看过去的话 我就看这里啊 量都没下来 量没有下来 所以像这种的话呢 一般不会走很远啊 不会走很远 最多冲一下 那么按技术上来说 技术上不去 哎 那么平台底部 谷底线出来了 再加一条 那么这个区间 就是压力位了 那么明天如果是高开冲高 啊 那么最麻尽可能不合适 而且今天的版有没有亮 今天有没有亮 这个版 今天版是没亮的 那么从版的性质来看 那么今天就是什么 洗盘版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明天会放亮 会冲高 然后呢 会有分歧 当然他也可以和这里一天一样 直接砸下来 但是大概率是什么 是冲的 因为今天没有亮的目的性是 让持仓者产生一种冲动 明天的情绪激昂以后 但是市场的话呢 并没有如期兑现连板 啊 那么这种放量就很容易有资金抛售出来 所以呢 今天是个洗盘版 那么明天大概就放量了 这个呢 就过了啊 啊 当然 洗盘版 放量冲高出枪以后 下来以后 可以看 啊我们可以写一个 洗盘版啊 洗盘版 洗盘 版 啊 就字母就好了 它中文字类 来 啊 进化制药 插底反弹 跟板块的反弹原因一致 所以呢 看一下 板倒是没有问题 倍量暂停 明天能冲啊 但明天冲高能走多远 不敢说 因为明天冲板到这 这里的一个横盘 虽然说这里呢 也算是主力建仓的行为之一 但是这里还是不太好弄啊 一样的也是晾在什么 晾都在上面 并不是说下面来以后重新建仓很多 然后呢啊 再上去的这种 不是啊 它不是 所以这种呢 也是短线行为啊 逢低做多短线行为 如果高开高走的话呢 就不太合适了 双层药液 几乎一个形态的啊 差不多形态的 你看双层药液也是一样的 双层药液如果说你让它上去的话 它能往哪走 前面的压力位就在这了 明天冲高怎么办 不好过啊 不好过 所以反而什么反 啊 那么当然这里的话呢 有三个钱袋子有资金进来 是的 只是说这点资金进来 它具不具备拉主生浪的可能性 肯定不具备的啊 上面套套盘都等着出呢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 这只是一部分金山资金 那么后面应该会有个调整的过程 那么等后面逢低做多就可以了啊 出版传媒 红灰果书 这是农历牧鱼的 各国行情啊 各国行情 今天的量也比较大 半夜一半 过了 句话 嗯 不行 华生制药 我们之前在这里 应该给它标过两次啊 这里选过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 华生制药水下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说过水下会调整 在展铁板之下 是给了买点机会的 当时这个是做过的 这是一二当时 然后呢 这里选过一次 写了什么 还会矩正等W2 结果第二天直接摁了两个跌停板 啊 这个是绝对的巨证 都挣到跌停板了 所以短期看这种空间也不会太大 因为这里套楼盘很确定性的 跌停板下来的 所以明天呢就大概冲个高出个枪 后面呢又调整一下 啊 今天的板怎么样 今天的板 今天的板到没有太大问题 就是有点泡压啊 尾盘有点泡压 所以这种啊 短线逢低做多呢 是可以看 短线行为啊 一定不是中长线行为 那么短线逢低做多 大概摸板附近 我就差不多了 这个呢就不看啊 不标不标 因为空间不大 好像应该 是不是看完了 啊 啊 这是进程股份 天然气的 啊 昨天好像是天然气 期货那边是涨了的 这里的话 它的位置倒是稍微好一些啊 稍微好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但也是个短线行为 这里 这里有个压力 然后上面的话呢 平台也在一直没过呢 这里有几个平台 所以它这里呢 也就是个短线反弹 那明天上去能封得住吗 打个问号啊 打个问号 所以呢这种没有仓位的 就怎么看 你想这种版很烂的这种版 过了 啊 海星股份 海星股份第一个钻石炮 带量的四盘可以有层接 第二个板 放量四盘板 抛压重有问题 昨天主动洗了一下 啊 量也很大 今天低开反包 呀 今天的反怎么样 今天版 今天的版也不行 也有抛压 这个量啊 注意啊 这个量是抛出来的啊 抛出来的 唯一好的一点呢 就是这么大的抛压 居然没有砸穿 或者没有砸砸砸下来啊 说明有层接的啊 那这样来看的话 它还会有高点 但是基于它这种形态走势 明天高开高走概率不大 有很大可能会有这种性格啊 分歧一大就洗分歧一大就洗 所以呢像这种啊 短线的话呢 逢低做多的策略 可以写一下啊 逢低观察啊 逢低观察的策略 好 生气之药一样的啊 跟刚才那几个基本一致 药板块 短线压力位 一个板空间 明天 今天分时怎么样 今天分时板上有抛压了 那么大概率明天还是会有分歧 嗯 不太好处理 逢低做多可以看啊 逢低做多可以看 但高开高走 不建议啊 不建议 龙京要愿意 走 稍微反弹的 涌安药液看一下啊 涌安药液 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它 刚才有句药的话呢 在上面的量特别大 对吧 但是它的话呢 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的横盘震荡 而且量的话呢 还可以啊 不算太差 那么前两天呢 是出枪试探过一次 在数量洗 今天打板 所以它应该还有空间 看一下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分时 板还可以 找盘直接 秒板 但是有抛压 抛压释放完毕以后 没有亮了啊 收了一波 回踩能线封板 封板之后呢 有一点抛压 还好啊 还好 所以这个呢 短线 也是短线啊 中三线不用想太多线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那么明天摸板在哪 在这 所以呢 充其量明天能摸板 逢低做多策略啊 逢低观察 威龙 呃 酿酒的走 前景园林 超地方弹 横盈科技三板 没有买点过 华之实业 没有买点 过 精益隐士 位置不好 名普观词 位置不好 今天的量大了一点 对吧 烂板一个 呃 但今天的成绩还可以 早盘的买盘还是不错的 但是板上有抛压 分歧很大 所以这里呢 操作难度会大一些 中华沿途 位置不行 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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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心骨 锂电工业机械 呃 它倒还可以 也是短线行为 啊 它前面压力位 对吧 嗯 这里下来呢 倒没有什么量 所以呢 它能冲啊 它能冲 短线行为 盘子也小 板一般 这个板也不行 啊 过了 三美 位置也不好 嗯 华原没有机会 赛里斯 回马枪 今天有同学做DC是吧 好像发了红包的 嗯 赛里斯呢 他的节奏应该踩对了啊 回马枪调整 基本上节奏对 明天冲高就差不多了 嗯 金轮职业呢 是地产的 地产 位置不行 会发食品 走 今天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哎呀 东方园林还是上来了 呃 呃 东方园林三个 三个杯子啊 三个杯子 它呢 其实也算是现场之边 以哪一个开始算呢 就以这个开始算啊 我看一下啊 大概这个区间啊 大概这个区间 整理走得到可以 大问题没有 今天板 缩量板 秒板 明天冲高也差不多了 明天要不就一只板 秒板 这种也没什么买点机会的 陈达 药业超级反弹的 这种过了 没有 没有 没有其他特别的啊 今天 旁边一般 呃 然后 证券板块 再看一下啊 证券 证券 在这 呃 证券展示板 今天中金公司 先看一下啊 呃 中金公司的话呢 我们在这一天呢 也是选过的啊 选过的 那么整体说图 中金公司的亮点 在哪呢 位置 还不错啊 位置还不错 整体来看 没有大展过 对吧 就算今天来说也好 今天的位置 也还可以 他都还没有突破呢 那么从今天的量来说 你说 今天的量是承接行为 还是出货行为 那么承接是主动做多 去承接的 那出货行为是什么 主动卖出来的 那今天主动卖能 能收这么大的阳线吗 那肯定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是有承接 主动做多的 试盘行为 啊 因为板块不合理 所以的话呢 没封住 无所谓 所以呢 后面有调整的话 仍然逢低做多测点 不变啊 然后呢 中金公司的背景啊 很硬啊 很硬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智能公司 只有中国金融 看一下中央汇金持股 整体来看还是国家持股的 这些没什么问题 位置还可以啊 我个人观点的话呢 他后面呢 如果他能封板 那今天肯定是龙头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今天比他强的有没有 没有 那么就和今天的量来说哈 你看啊 中金今天的量确实还可以 前几天都没放量 注意没有 在券商历史天量的时候 他都没放量 说明什么 说明那一天 市场对于抛压分歧来说 但对于中金来说没有 中金的分歧不大 所以呢今天进来的金应该算是 增量资金去接货的 这个呢我个人观点大概率突破 没有问题 然后呢逢低做多策略 好吧 这个呢我们就一定要看一下 OK这个呢我们再标一个 再标一个 券商如果短信一两天有 浮亏的 那么你可以先控制仓位 然后呢等有回补点再回补都可以 这是中金公司 然后第二个呢是官大 官大我们其实应该讲过 昨天我还讲了 我说这个高点大概率是要突破的 原因很简单 就拿昨天前天来说 前天创业榜 那个证券板块历史天量 他有没有 没有 他量不出来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并不是说券商的分歧 他也是一样的分歧上大 他并没有 反过来说 他的筹码还比较稳定 那么既然这里稳定 不出货 那么今天是出货吧 也不可能呢 今天才放这么一点点量 那么结合位置来说 达到前高 大阴附近 哎 抛压还好 不算太重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 后面大概率呢 也会有机会突破的 那么确确实他确实也没怎么长 对吧 你看这里横盘慢慢慢慢上来 10个点都不到 中线镜头 整体看 说图看位置可以吗 也是非常好 好 然后细节上的话 细节上的话呢 看一下前两天我们所说到的 这里呢 有几个小压力 啊 这里我们画了一条线 对吧 然后呢 但是这里起长之后呢 这里有一条线 那么这个压力位的话呢 应该不是压力位了 因为这一天呢 是一个假印四盘 洗盘 就承接过了 量呢也不算太大 所以呢 呃 这个压力 我们看一下 诶 这里的话呢 带量其实已经消化过了 所以呢 这里不是压力 只是说这一天炸板 上引线太长 有套牢 那么有套牢 那今天到哪了 到这了 是不是大部分消化掉了 是的 但是量的话呢 并没有出来 换句话说 中性箭头的筹码稳定性 也还可以 所以呢 调一下之后呢 应该是也能够去摩前高的 然后呢 这一个呢 也继续正常观察 啊 银河就不看了 东方证券呢 没问题啊 东方证券呢 也算是中军 位置没问题 前来的量也不算太大 逢低做多 突破的概率呢 基本上没有问题 啊这个呢 我们继续一起关注就好了 华泰呢 华泰呢 票呢 其实也还可以 但是买点不好 中性证券是含一龙头 如果说有政策出来 券商板块涨 中性证券必涨 啊 因为中性证券是龙头 基本上 券商所有的业务 别人有的 他都有 他有的别人不一定会有 所以呢 他这种龙头性的个股来说 呃大资金啊 关注的会比较高 啊 你看一下呢 成交量啊 前前天的成交量是 100多个亿啊 当然 技术上的话呢 他差一点点 是吧 所以我们最近没给他标过箭头啊 只是说他有行业龙头属性啊 行业属性 行业龙头不是市场龙头啊 嗯 嗯 国员一般 广发 广发 对啊 广发还没动 广发呢也算是中军龙头之一 啊 广发也算是 不 啊 比中性差一点点 也是很厉害的行业西风小龙头之一 那么他的位置 近期基本没动啊 后面大后面板块展的话呢 这种的都会必然跟上来的 啊 海通的位置呢 差一点点就不太好介络了这个位置 中泰 景龙 招山 星叶 星叶差一点点 嗯 诶 折山看一下 折山的位置整体来看呢也算是底部 但他左边没有试过压力位 看一下啊 从压力位来说这个压力位还是有一些的 这一波拉拉太高了量也比较大 所以这个呢 现在呢就属于洗爬步过程中吧 逢利做多可以会充一下的啊 没什么太大问题 东方财富 那么如果什么都不会选的那就选东财啊 啊 因为东财的话呢 属于非非正规券商的这种互联网券商啊 所以呢这种呢也可以看位置也没问题 而且技术上来说它也是属于正常的洗盘调整 啊 这里呢大概就翻一下 好再看一下其他的还有没有啊 这是中营 中营在这 那就把它翻完吧 啊 这是国性 财通 看一下 财通 财通也是到了技术性的压力位 在这个位置 换句话说它现在是到压力的滞涨 啊 那么从量能情绪来看 这一段持续向上过程中的买盘情绪还可以的 然后呢这一天是喜过一次 这一天是假音 假音之后 立马就说被量了 换句话说 这一天成绩的资金 昨天和今天压根就没走 啊 那换句话说这里呢 仍然可以看逢利做多突破后的机会 啊 东西证券也是在回马乡洗盘调整的位置啊 这些券商的个股很多都是什么 这一波洗完之后啊 真的这一波洗完之后 后面就会有一波比现在 比现在这一波更大的行情 当然前提是什么政策来激活啊 你像华安证券这些都是啊 都是 东吴呢就位置高了一点点 南京证券的话 我觉得后面大概率是要上来的 啊我们把它挪一下 啊挪到这也行 大概这个意思啊 他没动下面就十个点 你说这个位置突破以后 那么这个平台就很干净了 来看一下进行这个走势哈 你看最近的量能大不大 压根就没量 券商翻译历史天亮 他居然放这一点量 比前面的量还要小 结果很简单 有资金所差啊 没问题 确实走的还可以 确实可以的 南京证券 国金 国金的话啊 它的分歧大了一点 前两天的量是比较大 相对来说 所以他这种 不太好处理 因为前两天 前一天吧套了轮了 第一创业 位置还可以 类似于回马上洗盘 啊 没问题 继续看 没问题的 国海呢就高了一点点 方正 方正是 短信方正也拉了一小波啊 看一下 好资 好资美涨高 就这二十个点 啊对 它的量相对来说大一些 昨天说三一低开高走 今天低开向下洗 嗯 还好 嗯 今天是周二 周三周四周五 明天 券商最多明天再洗一天 周四周五 我估计 可能就 就就要起来 啊 因为有些资金要抢着进场 他不可能等到最后一天 再进来 嗯 天峰啊 这两天调一下啊 因为他前几天长的多了一点点 哦 红塔还可以啊 位置没动啊 没动 就哪怕不长也好 他都会长一些 当然他肯定不是龙头级别的啊 不是龙头级别的 就是跟风的啊 滑串云信 位置一般啊 位置一般啊 位置一般 中原证券 嗯 中原好是在哪里呢 就在量好 你看看第一天打板 第一天的量就出来了 然后呢 甲因 再承接 缩量 然后呢 两个甲因 低开高走 其实这里压力不大 压力不大的 中原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啊 他有一点像什么呢 像资金进来 在高位 建长 高位收获 啊 就这点量啊 就这一点量 换手非常大 我把它理解为高位建长的理解 新资金进来 你肯定是新资金进来呀 你原有资金都已经拿着了 那么上来以后你只有卖呀 那么套牢盘也是一样啊 到这里你只有卖呀 对不对 那么下面的人 左边的都卖 那谁买呀 那买的人愿意在这里去承接 那么就是新进来的资金啊 就这个简单的逻辑 不用强太多 啊 因为量 是买卖对等的 财答 短信拉的高了一点 财答拉一波 啊 40个点 所以呢 要调一下 滑林一般 走 滑星位置 是 是 勉强吧 勉强啊 太平洋呢 是第一波的龙头 一二三四五 接近翻倍了 接近翻倍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接近七个板 这两块五毛左右嘛 低点的话 最高五块钱 啊 啊 手串也 差不多翻倍了 没到啊 没差一点点 差一个板 手串 长得多了一点点 啊 多一点点 不太好弄 啊 哈头啊 哈头今天摁了个跌天板 量也出来了 所以明天肯定还在砸一下 但他的板呢 他其实他的量在早盘出来的 并不是下午出来的 你看他这里砸过一次跌天板 这里封过一次板 但打开了 再封再打开 下午也是再封再打开 再封再打开 有资金激货的啊 就有资金 敢聚接啊 敢聚接 今天的量 历史天亮 啊他真是历史天亮 一千二百五十九天的天亮 啊不对一千六百多天了 好了 那么哈头确定是历史天亮 那么这个历史天亮 如果一旦被消化啊 那么就会有一个新的行情出来 当然他前高呢 可能会有点压力啊 这个位置 这个不太好做了啊 不太好做了 当时我们选哈头的时候呢 他是在下面的 这个位置我们去选他的 说哎 这个平台突破之后会不错的 那确实也涨了啊 信达今天也是一个 跌天板 从位置来看的话呢 短信也是涨的多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这个跌天板也是一样的啊 第一他的板没有亮相对来说没有亮 注意看啊 这个信达的跌停板和哈头的跌停板是不一样的 哈头的跌停板是放量跌停 但是信达的话呢 他是数量跌停 那么数量跌停他并不是早盘就封死了 而是什么而是全天震荡出现的 那也就意味着这两个跌停板的性质是有区别的 那么信达如果下来 急跌之后反弹的概率很大 啊很大 好了券商呢就讲完了啊 今天可能内容不会太多啊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 还是多一点耐心等待市场的一个选择 从商量指数目前来看 维持维持洗盘调整的这种策略 等一个羊啊 有羊加成没羊继续等 那么个股一些特殊的关键位 如果破了啊 那么该控制仓位还得控制仓位 好吧 啊然后呢我来看一下今天同学的红包 应该不多啊 因为今天盘面不好 展现了没几个的 啊没有几个 呃原则天赛利是DC 好赛利医疗 赛利医疗 哎 赛利医疗 好 赛利医疗 D7回马枪 呃从数量来看啊 12345 数量时间的话呢是没问题 就五天的周期点是可以的 一般回马枪洗盘 如果按我们生命周期来说 洗盘时间点来说 358 三天一般是绝对不够的 大多数个股哈 你说冲高调一天 比方说一个吧 对吧冲高一天两天立马起来 这种是极少极少式的 除非在盘面突然大利好 只撑的情况下才可能会有 所以一般的话呢 358 我们先看五天 先看五天 因为有一些的话呢 就调完五天以后会涨 会吗 会 但是呢冲高以后 6 7 8 再7 就再调个几天 然后呢这里构出什么 这里构出了一个王牌柱 像说 这里 王牌柱 一天两天三天起来 就大体上就12345678 大概这个意思 而且它的数量确实还可以啊 首音说三一 昨天说三一 明天冲高吧 明天冲高 这个位置会有压力的 因为这个榨板稍微看一下啊 这个榨板找盘冲高的 抛压有 嗯 应该有头脑盘 有头脑盘 短信上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像就一个红包吧 对今天就一个红包 行 然后呢新同学注意啊 然后新同学一定要按照管理员 进来的时候给你们发的那些文字提示去学习 特别是看视频的时候的话呢 尽可能不要一口气看连续剧 老同学也是一样的啊 也不要一口气看连续剧一下一下看个五集看个八集 那样不好啊 那样不好 呃今天那么我们就大概先聊这么多 然后呢有什么动态信息 我们随时在群里面沟通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明天下午再见